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2016年12月20号晚上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副院长亚鲁坤加帕尔收到了妹妹发来的一条微信 有的孩子是早产 而且有宫内缺氧的情况 有一个医生说 把我治不好 以后肢炼的化验 以后把我没有效果 说这个孩子必须要转院 也转到乌鲁木齐 2016年12月21号15点左右 阿卜都热和曼和妹妹抱着孩子上了救护车出发了 超过20小时 水电节制的紊乱就会出现 它的缺氧的情况会更加严重 刚出生的婴儿 因为有副列要在24小时之内紧急送往1400多公里之外的医院去进行救治 他意外的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不仅有人提供免费的救护车 医疗费用 还有人资助 沿途还有交警的一站一站接力式的护送 每一个人 每一种努力都是在挽救孩子的生命 都是在抢时间 可是最关键的24小时的实现就要到了 这孩子的气息也一点一点弱下去了 大伙的心都揪着 小家伙还能撑多久 孩子突然出现的状况让所有人都很紧张 从下午到凌晨 救护车一直在无间断的急驰着 在交警的无缝衔接护送下 时间也被一点点的争取着 有些支队的手领导亲自在一线为他做准备 包括沿线有些大一些的收费站的时候 让他进行短暂的休息 包括给他补充水 补充食物 就想让这个救护车呢 那我们驾驶休息 车表休息 能快速让孩子送到 给他的生命争取时间 虽说是分秒必争 但毕竟是二十多个小时的路程 吃饭上厕所都是难免的 驾驶员需要休息 车也需要加油 都会占有时间 好在一路护送的交警也很贴心 因为每一站我们在朋友圈里面 发的时候看到都是自己的同事 就会经常发说 我已经将孩子的车辆交接到 投讯线交警大队 兄弟看你的浪 就是谁在下面评论 反正每次看完就感受 他们每次这样评论 我们都这样评论的 就心里面反正也特别激动 觉得都是为这孩子捏把汗 想能快速到快速到 能最快达到 为了节省时间 此后的路程行车速度明显快了起来 而每站交警交接时 也尽最大可能的缩短时间 因为这个时间就是生命 到不了这个医院 这孩子的成活的可能性就非常低 所以我们就抓紧时间 再提前了将近五个多小时 我们就准备这个绿色通道 孩子的姑姑一直紧紧抱着她 希望能把热量 传给这个四肢开始冰凉的婴儿 可还是挡不住孩子逐渐下降的体温 他们的心也在一点点的凉下去 他一点点希望都没有 一百分之一就没有想过 就是妈妈不会治好自己 不会活下来就凉想的 过了二十小时以后 这个餐馆就 他的血供不行 缺血缺水 然后他血供不好的话 他容易容易坏死 容易坏了 容易坏死 也坏死他穿孔 穿孔一穿孔了 很麻烦的 错也没有用啊 只能等 黄海不知道有多少人跟他一样 几乎彻夜未眠 牵挂着孩子的安危 因为着急 凌晨六点 他再次和同事确定了各环节的准备工作 你接上以后 你给我打个电话 然后我说这把市值队 我已经协调 我们已经协调好了 跟市值队的 他们快速的自大队长和大队联系 他们等好了 已经等好了 他说行 就这样 交警周伟 是倒数第二站的护送人员 他负责的这段路是冰雪路面 又是大风区 夜里的气温会降到零下二三十摄氏度 从凌晨两点一直到五点 他一直处于一种焦灼状态 我们是12月22号的凌晨两点中午 我们就在这个树庇站这地方等候了 一直在等待着 他们是在7点05分左右到的乌拉白树庇站 而此时在葫芦木齐市的亚鲁坤和医生们 也是彻夜不眠地等待着 沿途传来的消息 越来越让大家焦虑 我们说娃娃已经情况不好 给他们通知了已经情况不好 娃娃已经失水了 应该路上再给他打针吗 电台也在到达的情况 已经到达什么地方 所以我们也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我们非常紧张 因为这个时间过了 哪怕过了半个小时 这个孩子我都觉得都没有救了 这种情况 费了这么大的劲 到了乌拉白树庇 最后没有救过来 我们跟所有人都会非常的沮丧 所以我们非常的紧张 2016年12月22号早晨7点40分 救护车终于抵达医院 它整个因为冷嘛 保温不好 它不是在暖箱里用送过来的 它就是在这样一个救护车里用送过来 虽然包都包备 但是因而体温维持不了 所以它脂肪都动得像硬块一样的 就是行事而进逐车 有很多这个收费区域 包括好多公路 因为夜晚雾大 有些公路封闭 所以要求没有交警部门 这个车不可能是顺利的 按时能到达不能起的 而且这个孩子到达以后 也是非常紧张的 非常情况非常不好 要再过半个小时 这个孩子那么好就没有救了 尽管做好了一切准备 可是孩子的身体状况 已经恶化到了生命的临界点 我们立马到了我们急诊科 进行了紧急的一个抢救 插管 之后呢 立即进到了我们新生儿的ICU 进行就是给他上了这个呼吸机 因为他整个皮肤都是清紫的 呼吸很微弱 他脏肌部都在衰竭状态嘛 我觉得他再稍微晚来几分钟 也许就会夭折的 我们还怕来的时候就不行了 连手术的机会都没有了 那比较遗憾的一件事 这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 为了一个新生儿的生命 很多人彻夜未眠 很多人在风雪交加的寒夜里 默默陪伴 还有很多人在凌晨时分 为这些护送的人 送来了热腾腾的饭菜 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着成全着一个新生命的延续 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尽管人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他不一定能收到最好的结果 身处生命临界点的小家伙 还能被救过来吗 婴儿的身体条件比起初判断的还要糟糕 原本计划在上午九点钟进行的手术 也不得不推后了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抢救 婴儿的整体状况开始好转 大家的心里踏实了许多 但是大家担心的是 孩子在全身脏器衰竭的情况下做手术 会不会非常危险 他能承受得了这个手术吗 主要从他脏器功能稳定的程度做一个评估 到了十点钟 觉得孩子还算有希望 应该能接受一个手术 因为到那时候 其实我们也是觉得不做手术 孩子一点希望都没有 这个孩子我们要是按照严格来说 这个孩子做手术不够条件 但是不做手 这个孩子肯定会死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进行了全药会诊 会诊完了以后 认为这个孩子 我们还是应该是通过药的控制 可以进行手术 能确保在一小时两小时 让他能耐受一个手术 那么手术后的过程肯定很艰难 因为他本来就在一个很严重状态下去 承受一个手术 手术历经了一个小时 看起来是有惊无险 就在等在门外的人们欢呼雀跃时 医生却清楚地知道 孩子依然命悬一线 在第一个96小时吧 他发生两次肺处血 因为多脏功能衰竭肺处血 也是一个临终状态 他发生两次肺处血 你说的临终状态 就是孩子要夭折了 那种最终状态 医生江兰是这么形容当时的心情 孩子出现了各种病危反应 而他和阿里木江大夫的心 是忽上忽下 不敢有丝毫疏忽 本来医生承受的就是这个一个 病人的病情的一个压力 那么要是关注的人多了 可能还承受一个社会 关注度的一个压力 对 只是也 我觉得宝宝也挺有 挺有幸的 经过这么多的一些灾难 和重症的疾病 也有这么多的人爱他 手术后的第十天 孩子第一次进行了排泄 所有人的心 对视放了下来 看到他拉了一次绿颜色的大便 我们觉得像中彩票一样的一个关系 你能够理解这种心情 生楼也随之缓解了 但这个慢慢控制好以后 它开始立养 那么从手量的喂水 三毫升五毫升 观察一下 肚子也不胀 也不吐 大便还有 那么再吃奶 吃奶以后呢 奶量慢慢再增加 而此时孩子的妈妈 也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孩子 原来 原来父亲阿布都热和曼 一直瞒着孩子的母亲 直到几天后 孩子的妈妈在电视上 得知了孩子的事 一切娃娃生的那么那种的 现在我一看保障 那么好的娃娃 所以我现在说不出来 这样子的我的那个 当天当时我的心情 一切娃娃就是那么好的感动 起来就是哭了 我妈妈第一时间抱着孩子 妈妈的怀抱嘛 肯定是最美的怀抱 最功能的怀抱 她就会通过肢体的辅助呀 这样子怀抱的这种作用 对婴儿的情感 情绪 营养 都有很大的促进和改善 参与了这种生命接力以后 这个感触还是不一样的 觉得还是 觉得这个孩子 能够通过我们的手 能够让他快速平安到达 能够给他一个新的生命 给一个这个时间 能给他争取时间 其实也感到好 心里面还挺欣慰的 在阿布都热和曼的家里 我们见到了母女俩 孩子恢复得非常好 而且已经起好了名字 美和热亚 名字来自于一位诗人 为整件事写的一首诗 你是爱的动力 温暖的传播者 所以你叫美和热亚 欢迎你宝贝 希望你长大后更有大爱 用你的爱去温暖这个世界 暴打我们的社会 就起了这个米和热亚 米和热亚的这个名字是 就是安心的 就是意思 手术第一天 昨晚晚上 就有一个朋友给我发过来 发过来以后 第一看完以后我都哭了 确实是我都哭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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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生命大接力 就这么轰轰烈烈的落下了帷幕 一个咕咕坠地的婴儿得到了拯救 别说孩子 就连他爸他妈也说不清楚 到底有多少人救了他 在这场爱心接力当中 大多数人甚至都没有机会互相见个面 每个人也都说 说我只是付出了很小的努力 可正是这一段接一段 一点一点汇集起来的努力 连成了一条长达1420公里的生命通道 他让一个生命活了下来 孩子起名了 这个名字汉语的意思是爱心 孩子的父亲母亲都很喜欢这个名字 对他们来说 这将是这一家人永恒的记忆 我是盧一鸣 明天见 明天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明天见